多宝丸为了杀掉大哥 不惜与魔神定下契约 抢夺属于大哥的器官 只为给国家带来安宁 面对化身修罗的白鬼丸 多宝丸带领不下四战大哥 在他们眼中 白鬼丸的身体属于蹄虎 都是因为他打破与鬼神的约定 才会给国家带来灾难 为了保护蹄虎国 三人必须在此击杀白鬼丸 夺回本属于蹄虎的一切 即便三人体内寄宿着鬼神之力 也依旧不是白鬼丸这边的对手 兵库被白马狠狠踩在脚下 这时白马的孩子出现 导致他的注意力分散 被陆傲两人刺穿身体 白马拼尽最后力气将两人反杀 最后遗憾地死在孩子眼前 看着并肩作战的部下死去 多宝丸无比愤怒却又无可奈何 而白鬼丸也因此长出手臂 害怕自己的身体再被夺走 白鬼丸迅速逃离了战场 多宝丸见状立刻追上去 势必要消灭蹄虎的灾祸 由于白鬼丸夺回手臂 自身攻击范围也变得更广 多宝丸深知不是对手 便逃回蹄虎城内 想要利用地理优势 来限制白鬼丸的进攻 屋内狭小的空间对白鬼丸非常不利 但他毕竟身经百战 斩杀过无数妖魔鬼怪 根本不是多宝丸这种 温室里的花朵所能比 就算战场不利也并未落入下风 两人的战斗引发熊熊大火 焚烧着充满残酷的城池 这一幕也被所有人看见 曾经这片土地没有听到的婴儿哭声 如今已响彻了整个国家 白鬼丸质问多宝丸 为何和他一样有着缺陷 多宝丸无比愤怒地说道 都是因为白鬼丸的出现 才让他失去了一切 不只是母亲的关爱 还有死去的不祥 都需要白鬼丸用命偿还 经过数百回合的大战后 白鬼丸一刀击退多宝丸 回忆起身边发生的一切 念在亲情的份上放过多宝丸 而多宝丸也在此刻明白 他终究战胜不了白鬼丸 就在两人化解恩怨时刻 仅剩的魔神操控多宝丸 想要完成之前的约定 多宝丸不想再继续战斗 将属于大哥的眼睛掏出 避免被魔神给控制 白鬼丸则趁机击杀魔神 夺回自己最后的器官 这使白鬼丸的母亲和兽海赶到 替他挡下掉落的杂物 兽海告知白鬼丸 他那沾满血腥的体内 不该寄宿着鬼神而是人性 从今往后要好好活下去 白鬼丸看清两位母亲的真容后 被赶来的哆罗哆给带走 而母亲也抱起多宝丸 决定永远陪在他身边 与此同时 白鬼丸两人来到井口 在老和尚的帮助下逃离 由于魔神被全部消灭 灾难降临整个替护国 替护所带领的军队 在与敌军交战中死伤惨重 无路可去的他来到地狱堂 坚信这个国家绝不会灭亡 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 一旦停下来就会被吃掉 提狐决定继续留在地狱 依靠鬼神之力夺取天下 他自认为一生所犯的错误 就是不应该将白鬼丸托付给铲破 而是应该亲手杀掉他 白鬼丸脱离修罗之道 将所拥有的憎恨化解 不再对提狐产生愤怒 告诫他不要变成鬼神 作为人类继续活下去 这一刻提狐也才明白 如果那一天他没有依靠鬼神 而是让白鬼丸来继承国家 他所期待的繁荣醍醐 或许早已实现 为了找回自己的人性 白鬼丸继续踏上旅途 而多罗罗也没有停下脚步 坚信大哥总有一天会回来 两人将会以更好的姿态相见